好,那杜大哥,這個爆炸場這個idea是誰想出來的,包括人手交這件事情,我們一起來談,還有包括雙手壓在這個底下十分鐘,再來打飛機這件事情是誰想出來的idea? 打飛機一定是導演想出來的,因為我很少機會打飛機,從小到大 那人手交這個部分,綠子的呢? 那個不是我想出來,是我的一個經歷 幾年前? 做演員之前 大概是1992年 1992年 對,那個時候就,那個時候我還沒跑路來台灣,就我們是帶路土債吧,土完債了,老闆很開心,就請我們吃飯,吃完飯之後他安排節目,然後我就斷片了,我喝醉了 所以? 我就忘了,所以我就把我還沒忘的一段,就跟導演分享 現實生活的經歷,沒錯 沒錯,爆炸場就是導演告訴我 那我就問他是他自己的經歷還是聽朋友 他都很常調去聽朋友 當時他老婆站在旁邊 因為老婆是監禁嘛 我們開會都是一起的嘛 他是這樣想 是我朋友 可是他演得很差 他老婆看著他,不是我 是我朋友 我說你解部分可以,不要動那麼多可以嗎 那杜大哥,從這部電影你得知有爆炸糖這件事情,你有試嗎? 我有試過吃,我沒試過給人吃 可是,傷病的時候,我的好朋友 薛凱琪,女演員 名歌手,就有來我家看 他就因為,他也有粉嘛 這個電影 他就知道我喜歡爆炸糖 所以就買了好幾包爆炸糖來我家看 可是,我覺得最遺憾就是他有買 沒用 好,《棍牙摩羽》 《少英英大姐》 為什麼會把這件事情放到電影裡頭 是真的你們當初很欣賞《少英英大姐》呢 還是,黃浩翔導演的一些想法 聽說是他小時候最喜歡看的電影 《棍牙摩羽》 嗯 《少英英小姐》也有非常崇拜 是他 應該 如果崇拜就很規矩 我看他應該是沒那麼規矩吧 那如果《棍牙》官任我要 要邀你當男主角 尺度盛落的程度可以到什麼 我要跟葉善豪拼一拼 而且我要求對手一定是 蕭茵茵小姐 完全不用上下接客嗎? 不是啦 整個人就是蕭茵茵 沒錯 激情全裸 肯定 非常好 對彭浩翔導演的看法是 天才 天才 怎麼說呢? 你很欣賞他哪部作品? 他拍了這麼多 你最愛的 都好看 都好看 一定要一部 低俗喜劇 因為我們在宣傳低俗喜劇 好 那現在接下來最想做的是 上廁所 好等一下給你上 對台灣電影的看法 台灣電影的看法 對 台灣電影 浪漫 校園清純 接下來工作計畫是 算成低俗喜劇 幾號在香港上映? 8月9號 很好 台灣呢? 台灣還沒定 台灣還沒定 那接下來有可能在台灣拍電影嗎? 非常願意 會想要導演嗎? 你還沒當過導演 我不會拍戲 非常不會 不是一般的不會 那有沒有一個故事你還想要說的? 沒有 這個是關鍵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做導演 可是你問他有什麼想拍 他沒有 因為他只想喊 Cut 然後 這邊 一堆人跟著他 然後腿這樣開 先放飯 這樣 所以呢 所以他就是虛榮 就喜歡這個工作 有一個概念 想當導演 可是沒有想講的故事 他覺得自己可以拍一種電影 因為他喜歡一種電影 他覺得自己可以做導演 因為他會欣賞導演 可是你會欣賞一個女人 都不代表你可以當男技 你欣賞一部電影之後 可以當一個好的觀眾 不一定可以當一個好的導演 就是大部分導演對自己的誤會 所以不是大部分電影都成功化 明白 那其實我們還是要回歸到健康的問題 因為現在看你這樣那麼健康 生龍活虎 我們都非常的開心 我也是 經過了這一場 你現在對生活的態度 可不可以跟所有觀眾分享一下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開心 就因為人嘛 都那麼短暫 我們說幾十年 這個也是一個概念 可能是明天 就 只要你是 不要傷害別人 開心就好 那我覺得 如果每天都為著 讓自己開心 那是很痛苦 所以呢 如果大家都開心 自己也開心 大家都不開心 自己也不開心 所以呢 就 讓別人開心 自己很快樂 自己很快樂 就會很健康 很健康呢 就可以吃很多爆炸糖 你看 出面都聽到 大家都有共鳴 一聽到爆炸糖 哈哈哈哈 那 最後呢 向鏡頭好好介紹一下 為什麼 低俗喜劇 非看不可的原因 低俗喜劇 非看不可 自由啊 跟生命一樣 都是無常的 我們還有一天 我們還有一天 能拍那麼低俗的電影 就 有一部 看一部 就 不能保證 我明年 還可以做 這麼 低俗的喜劇 所以 抓緊機會啊 有不可能拍第二集 嗯 第二集 有可能拍官人我要吧 真的嗎 真的 我希望吧 我也希望 對 好 謝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